夜幕降临 建水山庄灯火辉煌 大小院落高棚满座 宫厨交错 喝掉纯酒无数坛 事后据说连小镇那边都闻到了 庄子飘来的酒香 陈平安跟除老管事 询问了仙家渡口的事情 舒水国确实有这么一处地方 距离建水山庄还有六百余里 位于舒水国和松西国接壤边境 听说时常有山上炼气室出没 但是方圆三百里地境 早被舒水国皇室圈为禁地 如果没有州府一级颁发的官家闻蝶 无论是百姓还是武人 擅自闯入 一律杀无赦 老管事人情炼达 善解人意 主动笑言 建水山庄与一座边境上的大都督府 关系相当不错 是市交 只需老庄主书信一封 就可以拿到通关闻蝶 不用陈平安他们劳心费力 张山峰多问了一句 跟老人询问渡口那边是否有炼气室开设的店铺 用以交易货物 老管事说有的 因为少庄主宋凤山在原本配件损毁后 就曾亲自去过一趟渡口 带回来那把如今时刻悬挂在腰间的配件 老管事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不但泄露了这些输水国内幕 甚至连宋凤山为了购买那把名为仓水的仙家神兵 耗费掉九百枚山上雪花钱 几乎是山庄半数的金银积蓄了 竹筒盗豆子将这些密室一并说给三人听 这当然不是老管事被江湖义气四个字冲昏了头脑 半点不晓得交情延伸的忌讳 而是宋老建盛私底下叮嘱过的 对待三人 尤其是卑贱少年陈平安 可以当作他宋雨梢的忘年好友对待 山庄不又有任何提防 一诺千金生死之交 朋友二字 众若山岳 这是宋雨梢老姨被人推宠的江湖道义 除老管事追随流水国建盛 已经一甲子光阴 为山庄出生入子荣辱与共 未尝不是被宋雨梢这份江湖气所感染 才能如此的兢兢业业无怨无悔 在张山丰屋内 三人吃过一顿满是山珍海味的丰盛晚宴 陈平安就要去往瀑布练拳 突然被张山丰喊住 让陈平安呢等会儿 大人汉子一脚踩在长凳上 用牙签贴着牙缝 问张山丰要不要避讳什么 年轻倒是一边跑去打开行囊 一边说不用 张山丰啊 很快拿出一双竹筷 放在桌上 推向了陈平安 陈平安好奇地问 干嘛 这饭都吃完了 再给我筷子干啥呀 桌上那双竹筷 正是张山丰在胭脂郡 获得的战利品之一 一只转刻青神山 一只刻有神霄竹 张山丰笑道 送你了 就当是那枚墨家 甲文光明凯的利息 贫道生平最怕欠人钱 一想到这个就寝食难安 何况一欠就是五百枚雪花钱 换作真金白银 那可就是五十万两银子 按照除老管事的说法 身为输水国江湖的头把交易 整座建水山庄的百年家底 总计不过两百余万两 我还给你点什么呀 贫道今晚肯定要睡不着 陈平安无奈地说 你傻呀 这双筷子 如果真是青竹洞天的 神霄竹制造而成 说不定就能卖几百枚雪花钱 那退一万步说 不是青神山的竹子 可筷子上边数百年灵气 凝聚不散 总归做不得家 既然是一件后天灵气 最少也能卖个几十枚雪花钱吧 利息 有这么高的利息吗 你张山峰当我是放高利贷的无量奸商呢 陈平安越说越有气 把筷子推回给年轻道人 再说了 咱们马上就要去输水国那座仙家渡口 既然有交易重气法宝的店铺 一切等定了竹筷子的价格再说 如果只值十几枚雪花钱 我就收下 如果过了五十枚的价格 你就不能当时利息还我 张山峰摇摇头语气坚定 不行 贫道良心难安 道家求道最怕心魔 你陈平安不要我大道修行啊 陈平安站起身笑骂 你就可劲瞎扯吧 滚滚滚 这事没得商量 拿回去 不然有本事咱们打一架 谁赢了 谁说了算 张山峰默然无声 陈平安推门离开 去瀑布那边练拳 张山峰叹了口气 望向大然汉子 如何是好啊 徐远霞幸灾乐祸 跟陈平安比散财同子 你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张山峰有些郁闷 给自己倒了一碗烧酒 低头小酌一口 顿时满脸通红 原来在彩衣国燕制郡 那场追杀米老摩大弟子的 生死大战中啊 年轻倒是在生死一线间 灵溪一动 浇灌灵气入甲丸 一副光明楷保甲护身 才为崇妙道人 挡下了魔头的致命一击 石祸的老道人满脸震惊 直呼不可思议 说这兵家至宝 只听说宝平中部 这彩衣国在内十数国 古渝国皇家宝库 有一件价值连城的甲丸 传言曾有松西国 有五道第一人 出价六千枚小雪钱 跟古渝国皇帝购买 都被拒绝了 在那之后 年轻倒是一直心头萦绕此事 又不知道如何跟陈平安开口 后来古思变故 七百里山路 陈平安走得一场沉闷 张山峰就更不好 跟陈平安坦诚相见地谈一次 如今到了建水山庄 即将去往仙家渡口 实在受不了那份内心煎熬 张山峰便跟老江湖的大人 汉子吐露心扉 徐远霞帮着年轻道人确定了两件事 一是陈平安肯定清除甲丸的真正价值 当时随口报价五百枚雪花钱 是故意半卖半送给张山峰 二是根据张山峰的讲述 陈平安乘坐北巨卢州 打轿山昆船的时候 是住在天字号相访 虽然毋庸置疑 卑贱南下的少年 是那市井底层的穷苦出身 但是显然拥有自己的独到机缘 而且对于财货一事 陈平安似乎一直不太看重 最少对朋友是如此 所以这已经不纯粹的是欠钱 而是欠了一份天大人情的麻烦事 最后徐远霞没有直接告诉张山峰如何做 而是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不要把朋友的善意付出 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 第二句话是亲兄弟明算账 交情才能够长久 千万不要觉得成了朋友 就可以万事不计较 那是没长大孩子的天真想法 于是才有了张山峰 想要假借利息的幌子 希望送出那双产自青神山的玄妙竹块 之所以不是那只能够缓慢汲取天地灵气 凝聚为一滴甘露的白碗 因为张山峰自己失恋骑士 白碗对张山峰而言 属于修行路上的必需品 堪称酒汉逢甘霖 雪中送炭 而陈平安是纯粹五福 用不着 最多只是锦上添花 哪怕收到了白碗 多半也只会是折价卖出 换成小雪钱 张山峰喝着酒 红光满面 醉醺醺地说 徐大哥 你给吃个招 小道士真想不出法子了 大人汉子一本正经地说 实在不行啊 你就穿上一身妇人衣裳 我看陈平安这一路 对女子女鬼可都没半点兴趣 该打该杀可从不含糊 听着大人汉子的胡说八道 年轻倒是哀叹一声 脑袋一颗桌面 醉倒了 好一个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徐远霞用手心摸缩着胡须 脑子里浮现出两幅画面 全是在那座破败古寺内 少年对着一位体态恶魔的女子 说着天冷就伸手烤火 再就是女子变成女鬼后 给少年掐住脖子 一拳拳捶到魂飞魄散 徐远霞又想起方才饭桌上 陈平安说起那桩瀑布风波 有位反向跨道的年轻女子 被她一拳打入水潭 汉子打了个机灵 心惊胆战 陈平安 你小子该不会真是喜欢男人吧